今天的全球现场是我的邻居真容 我们一起来关心有关于台海危机 白宫 美国又有话说了 今天白宫说了些什么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国际主播真容 好 艺长好 大家早安 请问现场时间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这是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苏立文 他在接受蓬勃转绑的时候就表示说 台湾周遭发生军事事件威胁还是很显著的 他说中国大陆官方政策是没有排除会入侵台湾 但他也说了美国的立场还是很坚定一致 会持续抵抗以任何武力改变现状的作为 而另外美国参议院的外委会14号 也预计要审议台湾政策法案 对此苏立文透露说他会跟国会的领袖来会谈 讨论法案的相关内容 他也说法案的部分内容 可以有效强化美国对台的安全协助 改善台湾安全 但是他同时也坦承对于部分法案的内容 是感到有些担忧的 而这需要来看到的是美中当然持续在很多的领域上来对抗 好比说在科技跟半导体的部分 美国的拜登政府现在计划要投入超过500亿美元 对于本土半导体产业的补贴 但是呢在其中也设下了一个禁令 也就是说日后美国企业接受了联邦政府资金的补贴的 这些科技公司都会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建设 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 而且这个禁令的有效期限是长达了10年 当然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大陆丧失科技上 担心有这样子的优势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最近他的行程可以说是满党 因为呢他先是到这个远东地方视察东方2022的军演 接着又参加在海生威这边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 但是呢其实他年纪也不小69岁了 好这个年纪呢当然是这个可以附和得了这么多的行程吗 健康状况是再度的受到了一些关注 因为呢就被媒体拍到说 其实他在会议上看起来真的是蛮累蛮疲惫的 好我们后面上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在这个冗长的会议上头啊 不断是这样握手抖脚 好像是很想要提振精神 而且他的眼神感觉是有点失焦的 好更有媒体是有拍到说他闭目养神似乎是睡着了这样的画面 而且不只他而已哦 他台下的官员看起来呢也都很累 也他当场打起了瞌睡 看起来真的是蛮疲惫的 更有媒体报道说 普丁其实在这一趟的远东之行 途中就有跟他的医生抱怨说 自己有些疲倦跟喘不过气这样子的情形 但虽然说俄乌战争以来 俄罗斯是面临了非常多的制裁 可是普丁他也多次放话说俄罗斯是没再怕的 同时他也开始寻找他的盟友跟中国大陆加强合作 刚刚我们提到了俄罗斯呢 是在5号到8号在海参威这边举办的是东方经济论坛 中国大陆的人大委员长 同时他也是习近平的左右手栗战书 他也有出席会议 专家就解释说 这其实释放出中国大陆挺饿的讯息 而且习近平下周也将展开疫情爆发之后的首度 外访预计也将在乌兹别克这里跟普丁来会面 利战书他出席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 也成为今年2月以来 俄乌开战之后访俄层级最高的大陆官员 而他的下一站将会到南韩 是否会讨论中韩元首的高峰会 当然也是备受关注了 而且是美国总统拜登他昨天就指出说 如果习近平他会出席11月的印尼的G团体峰会的话 那么他也很确定 两个人也就是会跟习近平到时候在印尼会有峰会 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海声位登场 俄罗斯总统普丁一上台先欢迎重量级贵宾 大陆政坛第三号人物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长 李战书亲自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成为今年2月 俄乌开战以来反俄层级最高的大陆官员 而普丁也透露了与中国大陆扩大合作 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每年三大重要国际会议之一 目的是鼓励外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资 俄罗斯副总理指出远东地区目前有九成以上外资来自中国大陆 大陆方面十分看重这场盛会 疫情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都亲自与会 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性市场国家 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重任 而栗战书结束俄国行程后下一站江户南韩 将会晤南韩国会议长金正勺 而是否讨论中韩元首高峰会也备受关注 中国大陆近期外交动作频繁 专家评论认为栗战书本次九月七号至十七号的出国访问 也释出了讯息 表示道路高层逐渐恢复海外出访 也为中俄领袖在九月中旬的上和组织会面铺路 还有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加强与邻国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指出若习近平出席 十一月的印尼巴厘岛聚团体峰会 那么他确定两人将会在那时碰面 而八月时印尼总统佐克威曾指出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都将出席聚团体峰会 致使拜登与习近平普丁首都同台 建立起极大的可能性 记者蔡新成报道 庭文 Office W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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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